玉里大橋僻建工程正如火如荼的進行中 不過對大橋北側引道端側車道改單行道 居民繞道進出相當不便之外 地勢低蛙排水不良飽受水患之苦 為此公路總局蘇花改工程處玉里鎮公所再度召開說明會 尋求解決之道 所以目前規劃是這一條往東南藏一社的這一條 現在是做單向規劃是單向你只能這樣去 你不能從這邊出來 玉里大橋北引道端側車道 經上次線刊檢視後同意踩單行道方式通行 附近住戶問題也跟著來了 他工程那邊他把路塞住 然後我們要繞很遠 然後我們如果說從旁邊玉里大橋上來 東南那邊上來的話 那才就是比較近啊 結果警察跟著就跟我們開單啊 不僅是繞道不便 玉里大橋披肩工程作業時不時封路改道 讓居民不堪其擾 再者礙於河川治理線擴大 玉里大橋引道高度將近四五米高 徹徹道地勢低蛙排水不良 居民建議排水溝能加寬加深 改善當地的水患之苦 公路總局蘇花改工城處配合河川治理線界 整個玉里大橋橋梁引道退縮 北上橋引道路外回转道用地 因為杜氏計畫內四有土地 政公所與縣議員林玉芬研議辦理 都更變更之可行性 除了排水設施的改善 至於車道單向通行 北引道回转道路的建置 公路總局蘇花工城處表示 由於都更與玉里大橋 闢建工程預計三年內完成 因此可一併納入建制 但這兩三年 工期作業交通黑暗期 仍期盼民眾能共提時間 記者是玉蘭玉里鎮采訪報道